接下来看台北短江台下 也有中华上官协会 因此年35年帮助电动和互动心 在这位因为还关注了现金10万块 也有很多这生活的部阻 但仅仅是要问上这些部阻 就算要花很多钱 还有再说是有这条新的会问 也有这道协作 这会来做爱心 到三天边会来问上爱心部阻 这台大会车是再来摸摸几车的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台北短江大学 好友会所募集的东西 要关注电动和互动心 希望分散后需要受互作家庭 短江大学好友会一个关注了10万块现金 同样要用来照顾家序的立东 这点是短江大学主办的春季北区 大专院校联合券牧一麦活动第十年 所以算是他们扩大主办 那整个活动也是在五月中旬 顺利的告一段落 那也是像网民一样 除了军款给彰化家府之外 他们这一次因为木的东西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多元 吃的用的 然后家庭的或者是文具的 非常的多元 那非常的开心跟感动 就是经由我们南路里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一群好姐妹跟大哥大姐们 就是来帮忙我们今天晚上的卸货 那也非常感谢又生货运公司的司机大哥们 在他们回头车的时候到淡江大学去 用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把这么多的物资从淡江大学 然后再回到我们田中服务出来 有这这一次业务 担运的卉文公司就是 下头兄的又生卉文公司 业者小役中是派出该公司的卉盗车 协作担运物资 卉文公司的爱心 是和家府中心的领缓都感到很感谢 非常感谢 这个又生继续帮我们帮忙 他的车实在是都给我们义务收听 真的实际的转变 希望国家的社会有先进的女士 大家共同来发挥给你们的爱心 家府开始需要你 家府委员董群松感谢国家的爱心 出现这一项爱心的关键 他也感谢电中顿南路社区的志工的到三天 给所有爱心的物资 顺利送大电中家府 在这准备要奉献所有的家府立东 全新闻小看完电中不都